拿着3D模型侃侃而谈 中心大学生化所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 解析出枯草杆菌甲离子通道蛋白KTRAB的结构 这项研究或许有机会可以应用在杀死细菌开发抗生素 我们得到高解析度的通道蛋白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蛋白的模型去设计开发药物 去能够堵住那个通道 这堵住的通道之后就会让细菌没办法运输甲离子 那没办法运输甲离子后细菌就会死亡 甲离子被细菌用来应对环境渗透压变化 是细菌存活的关键电解值 透过控制甲离子通道蛋白开关 细菌才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而人类神经中也有类似的甲离子通道蛋白 甲离子通道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受到钠离子的影响 而且活化它打开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从这个细菌的这个甲离子通道的蛋白 可以有助于去我们了解人类的神经细胞的 这个神经冲动的传递 胡念仁指出 人类神经细胞要正确传递神经冲动 需要钠离子通道蛋白以及甲离子通道蛋白 共同协调工作 这项研究报告也有助于科学家了解神经细胞不正常放电 为研究神经性疾病提供了新方向 新唐人亚特电视 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